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我们的在这个级别上确实我们的水平啊也是表现出世界级的水平 对 这是四川选手邓昌敏他的第三次试举125公斤 应该说邓昌敏啊今天在试举120公斤的时候感觉技术动作还不错 但是那125公斤呢现在第二把失败这是第三次 这是他的教练刘寿斌当时也是世界抓取冠军获得者 哎呦 戴不起来了 戴不起来了 张昌敏今天也是值起来的一个开把重量120公斤 对 邓昌敏也是在今天十四位选手当中连入最大的一个选手 对 第34次试举 一号浙江市 是 哦 竹风最大 竹风是最大的 竹风最大 对 德成 第三把也是要到了125公斤 我们现在看到谢家武啊 李尚呢 其他三位选手可能在六把之后或者是四把之后就要出场 对 这看其他选手有没有变化 嗯 我们今天这个比赛呢是在浙江的江山体育馆为您带来的 这已经是我们连续三年啊 全国举重紧标赛 四年啊 对 呃 它有一年是扒了两次 所以等于说这是第四次 哦 对对对对 牛年扒两次 对 这是第四次举办 我记得我说这是第三次来江山嘛 对 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 相聚适宜江郎 共享举重盛会 所以我们在前面已经说了 因为多次承办全国举重紧标赛和冠金赛 所以整个的江郎山市啊 呃 江山市 整个江山市啊 对举办这个举重比赛 激励了丰富的经验 而且这个管啊 大小啊 包括后场跟前场的距离啊 都非常适合 是 尤其我觉得这个观众也是一个比赛的重要内容之一 没错 能够塑造一个良好的赛场氛围 跟这个观众是分不开的 对 现在是这枪选手 海南选手蒙成 这也是今天应该说蒙成是奖牌的有力争夺者 130公斤的抓举开把 停举它是160开 这两把只要起来就290啊 这已经是世界级水准了 蒙成这是也是他第一次 以这么高的水平开把 对 以往的比赛个人最好成绩呢 是128公斤 他是去年冠军赛的冠军获得者 和去15年的清运会的冠军获得者 当时的成绩最好是283 不过蒙成这几年成绩确实是上得非常快 是 哎呦 可惜啊可惜啊 失败 不知道这个年轻选手 是不是心里有什么其他想法 如果说在这样一比赛当中 想法太多了 应该说是没想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运动人在出发之前 我也是经常到举重馆去和他们运动人聊天 蒙成说了 我这次呢就是要把自己的水平表现出来 因为他也知道 如果和吴景彪和龙青拳相比呢 这个训练实力上还是有差距 但是呢他说这次我一定要把自己最好水平表现出来 这个130公斤开把对蒙成来讲也是第一次这么高的开把 就以往个人比赛最好成绩是128公斤 今天是130公斤开把 这样的话蒙成现在是一个连续试局 这也是今天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第二个连续试局 第一个是朱峰 山东选手朱峰的110开把之后没有起来试举了一下 好我们现在看到后场的舞警彪 现在做到了是49是110 112 115 哦才做到115啊 这红片是50 80 120 125 哦很轻松 125公斤 它的开把是135开 对 现在我们可以在场上看到呢 还有 我们看一下场上的 至少是5到6把 5到6把他才出场 好 先来看一下蒙成的这一把 130公斤 我想蒙成啊 这次时机呢 西米斯丹并不是很重 对 只是说要拼一个好的名次 他的实力只要正常发挥来讲 抓去和停举 包括总成绩 同排是 应该是进入前三名的 关键看成功率 对看成功率 这蒙成也是 2014年的青英会 青澳会的冠军获得者 对 哎呦 这次又有点狠了 狠了 发力发早了 不过这回倒是不用蒙成连续试举 中间有一个理发兵 有个谢家五 他们的第三把要的都是130 对 现在呢 场上除了吴锦标和龙青拳 没有出场以外 其他三位选手的最后一把试局 重量都加到130公斤 对 我们看到龙青拳把自己的开把重量 由133降到了132 降了一公斤开把 对 今天的比赛非常的重要 我们也看到龙青拳所在的 湖南体育局副局长 奥运冠军熊尼 来到比赛现场了 包括他们的局长李顺也来了 李顺局长也来了 另外就是福建体育局副局长 原来的中国女排的主战练 陈忠和 对 也来了 举尚尔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周金强 也是亲自度阵 对 好 先来看一下蒙春 李发斌的这一把 130 哎哟 真不错 站起来 哎呀 哎呀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今天对李发斌来讲 小级别选手啊 这个杠狱一旦到了这种情况 要想再重新拉回来控制住 确实是难度非常大 实际上李发宾也是今天奖牌的最有力争夺者之一 因为他在一往比赛当中 他是去年冠军赛的冠军获得者 去年锦标赛因为龙群选和吴锦标参加 他获得了第三名 也就是仅次于前两位选选 谢家武的加一公斤 因为谢家武的体重比李发宾要大 所以谢家武加到131 谢家武的体重是55.98 而李发宾的是55.89 就差这么0.09公斤90克 对 举重比赛就这样 所以举重比赛呢 永远没有出现并列名次 相同的体重随先试取起这个重量 随时名次靠前 蒙成也加到131了 最后一把 谢家武举起这个重量呢 也应该说是提高了他的比赛的抓举成绩 以往比赛我们看到去年锦标赛呢 是抓125公斤 去年的冠军赛上是127 哦 没有了 这样最后是126公斤 125公斤 谢家武是125 哦 125 对 现在目前是排在第一位的是李发宾 对 李发宾的这个130 蒙成也得加到131 因为他的体重也比李发宾大 所以他要想赢得这个停举的确保 一枚铜牌的话 必须加到131 这是他的主教练 还能对主教练弹齐 关键是这次试取要成功 嗯 你前面两把130都没有起来啊 这里也是把自己逼到了悬崖边上了 注意杠银的节奏 发力 哎哟 哎哟 砸锅了 对 这本来是奖牌非常有力的阵斗者 但是抓举砸锅了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现在全场抓举 还剩最后的六把 吴景彪的三把 龙青拳的三把 对 你看这个场上比赛 和我们开始的预料 真的是非常吻合 这两位先生说其他都比完了 我们再出场 对 并且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这个龙虎斗啊 已经斗了五六年了 这个龙青拳是龙字 吴景彪的彪子呢 也握红字 对 龙虎大战的抓据 对 正式开始 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牌获得者 龙青拳降了一公斤的开拔 龙青拳降了一公斤的开拔 去年的市井赛上小龙砸锅 确实也给他敲了一个警钟 对 使得他回来之后的这个东迅 应该说还是非常认真的 他是在10年的锦标赛上 抓举最好138 哎哟 好的 132公斤开拔成功 吴景彪也降了一公斤开拔 134开 虽然都是队友 也在国家集中地的训练馆训练 但是到了赛场上 这个时候 刚才这是稍微有一点不太稳 对 两个人的私交是非常好的 在2012年年初 我记得当时中国举重队 办了一个这个 伟伦奥运会 适施的这么一个演讲会 吴景彪站在台上演讲的时候 就冲着龙青拳说 这次的选拔赛 我一定要战胜你 我要进军伦敦 那是四年前的事 对 现在两个人第二次 在全国锦标赛上 其里约奥运会的 四个选拔赛上 展开这样的龙青拳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吴景彪出场了 场上的重量134公斤 对 目前他保持着抓举 和世界全国纪录 抓举的全国纪录和世界纪录 对 这第一把试举 我经常是也为运动员们 感到紧张 确实紧张 上篷棋 好的 漂亮 134公斤 还是有点紧 能感觉出来阿彪 还是有点紧 对 我们看看小龙的第二把 龙青拳第二把要到135公斤 应该是这个比赛 到了这个时候 真是是非常精彩 吴景彪的眼神啊 非常的坚定 这个我专门查了一下 这个标字 在这个 这他的教理 4.8公斤 有这么几个 在几个猛兽当中 师母标爆 这是一个排行 你看这个标 他还排在豹子前面的 龙青拳第二次市局 135公斤 这个重量也很关键 很关键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 龙青拳也曾经举起锅 抓起 在10年抓过138公斤 在15年的全国纪录赛上 抓起锅 131公斤 那这样他要连续的市局了 我们看 吴景彪的第二把 138了 如果照这么叫的话 138成功了 肯定是140了 对 应该是不会加一公斤 对 所以现在 吴景彪先叫到 一个138在这放着 逼着龙青拳 把第三把举完了 龙青拳除了是08年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 是09年和13年的两届全运会的冠军获得者 实际上这两位选手啊 真的是在国内国际大赛上表现出非常优异的成绩 现在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过脚步 追赶 超级练书合选手 我想如果他们进入这次选拔完了 再好好调整一下 今年领奥运会 我想他们不会再放过颜任哲了 对 我们是越比越勇 越比越接近 身体来说已经和他相同的成绩了 龙青拳是90年12月3号出生的选手了 但是也绝对是一位老将了 算上为这次备战礼物 这已经是为第三届奥运会去争战了 而且现在呢 龙俊泉已经是一位爸爸级的选手 在目前的中国举重队当中 他跟吕小军两个人都已经当爸爸了 这些就是说儿子已经快两周岁了 还有40多秒 不过这个比赛 我前面也给大家介绍过 后场离前场非常近 选手可以有很充重的时间 最近呢龙俊泉随着年龙的增长 也是在变得越来越成熟 后来几中队总教练周金普 这时候周总的心别紧张 注意发力节奏 注意发力节奏 别着急 好的 宠文 起 35公斤 对 实际有这个实力 也有这个实力 对 对 对于他的这个135啊 看得出来周金普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也是龙俊泉自10年以来 个人在比赛当中的最好的成绩了 驾到是138公斤 138公斤 这个记录的距离 他自己保持的全国记录和世界记录 139只差一公斤 对 哎呀看到这个份上真实的精彩 几率 我们也替他们感到紧张 对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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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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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公斤,那么第三把肯定是140公斤 这样的话一方面在抓底当中奠定了自己三公斤的优势 你在说在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 我们赛前我们见到他也都感觉到不敢多说话 我刚才在后场见到他的时候就点了点头 我说怎么样,他说挺好 我别的赛也不敢多说 我怕对他有干扰 我连问我都没问过 我怕对他有干扰 因为我今天来的赛场是胡锦波要坐一辆车过来 车上还开着暖风 所以我的满头大汗呢 但是这时候是一年能够出成绩 140,果然当林重量出来了140 胡锦波要破全国纪录,超世界纪录 当然这辆纪录全都是他自己的 那我们也听到场上胡锦波要破全国纪录 我们也听到场上胡锦波要破全国纪录 没有任何一年去试纪录 没错 我们也在这里边 祝愿胡锦波能够成功地举起这个重量 打破自己保持的全国亚洲 保持着全国纪录 首先也是超亚洲纪录的纪录 对 四年前的轮道纪录写录赛场 当时胡锦波在第二把当中成功地举起了137公斤 第三把加上了139 想破了一个纪录 当时是没有成功 但是在去年的全国纪录写录赛场 139起来了 而且在下半年的世界纪录写录赛场 再次举起139 这个世界纪录 胡锦波呢也是在举下人运动管理中心 举办的西系祖国 奋战礼业的争门活动当中呢 是一等奖的获得者 在女子举重比赛当中 我们也给观众朋友们介绍过 她用她自己亲身 亲身经历的训练 生活进入下来 尤其描述在 2012年年年年年二岁 比赛结束后自己的心情 所以当时非常生动 确实看得出来 这几年估计描述真的是越来越成熟了 好 厂商只剩下最后一把尸举140公斤 我们真的是祝愿她成功 如果起来 这是创造新的全国纪录 抄世界纪录 陈文斌总教练 厂商还剩下50多秒 时间是足够 也是在等着30秒的提示音吧 40秒了 实际文斌标在训练当中呢 也成功的举起过这个重量 但是呢 比赛当中要降始作 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全力的拉高 成功 带起来 全力带起来 带起来 哎呀 哎呀 不够啊 高度不够啊 高度还是都欠缺 毕竟啊 一个世界就是真的不是那么说超就超 说破就破的 对 还是有相当的难度的 尽管如此这个138的这个抓体成绩 确实应该说达到了赛前的这种计划和预期了 好那么接下来是一个视频中的休息 视频中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的停举比赛 稍后见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继续关注2016年全国男子举重几标赛 记忆联合奥运会选拔赛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男子56度年级停举的比赛 这李文斌今天这145的停举开把竟然没有收上来 这个选手今天的抓局比赛也是只取来了一个115公斤的开把 这重量 应该说这位选手啊是一个年轻选手 在开赛前呢 我也看了一下这个选手的以往比赛记录 但是没有找着 他的抓局呢是只取起了115公斤 排在第20位 那么参加中国江山江郎山盃 2016年全国男子举重主要赛 即比于二位的选拔赛 在男子56公斤级呢 共有24个选手 他们将分成A组和B组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A组的比赛 好 我们看到这是套场的吴景彪 刚才呢吴景彪是以抓局138公斤 这个距离全国记录和世界记录只差1公斤的成绩啊 获得了抓局的金牌 而且这样一来的话 他后面那个停举比赛就很主动了 只要开把一成 首先这个成绩298就已经达到了我们这次 超过了我们这次这个二位选拔的标准了 超过了296 超过296比较准了 但是我想呢今天达到这296这个达标成绩 这是不是目的对 对 应该表现出一个比302更高的一个成绩 才好 可以这么说今天呢 这场龙虎斗啊 比输的成绩还是非常理想的 吴景彪138公斤 龙青拳130公斤 应该说也是龙青拳 近几年来 在比赛当中的队最好当不软件 不好现在李文斌要连续试举 我们看到在志气单上呢 一年报名成绩呢 他也是最低的275公斤 所以他的开靶重量抓举和停举不能低于这个20公斤 就不能低于255公斤总绩的开靶重量 这是这个竞赛规则规定的 冲动 所以刚才那个第一把已经是高度有点欠缺 二一个就是上送的时候啊 送的有点偏钱了 所以他开靶的重量呢 抓举和停举的开靶重量加起来看是260公斤 就他不能低于255公斤这个开靶重量 这也是比赛的一个规则啊 你报名报275 那你比赛当中表现出的成绩不能少于255 对 就开靶重量 不是比赛成绩 开靶重量 女子呢是不能少于15公斤 这是成都区岸的林祖福 林祖福今天的抓举成绩呢是121公斤 停举147开靶 呃林祖福是121公斤排在第8位 嗯 以往呢比赛成绩呢 林祖福我们看到他是 261公斤 这是在14年的警告赛上 创造的 当时的停举成绩呢是140公斤 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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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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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松起来呀 就差一点点时间 今天这两位选手出场的第一次市局都没有成功 嗯 5号成都体育学院民主主编24局 6号山东珠光准备 今天在男子A组的比赛当中14个选手 停举的开靶重量有4个选手的开靶重量是达到了160 对 这也是很高水平的开靶重量 除了吴景标能成全之外啊 天津的周瑞华160开啊 还有就是海南的元城160开的 416开的 蒙城 对 这个160公斤的开靶重量是什么概念呢 那么咱们就以最近的2015年的世界举动指标赛来看 是第三名成绩 对 所以说56这个级别啊 过去我们一直是人才辈出的 对 所以说56这个级别啊 一直到这个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 朝鲜选手颜润哲横空出世了 对 293夺冠 而且是B组参赛 我查了一下 这个奥运会当中B组参赛并非多的奥运会冠军 颜润哲是第一人 奥运史上第一人 这种情况以往在世界指标赛上曾经出现过 比如说11年巴黎世纪赛 俄罗斯特列巴克福 对 在B组参赛结果拿了一个抓取的这个 对 他抓取的这个冠冠 对 对 应该说呢 那举中选手啊 如果是超过15人 嗯 参赛的话 都要分成分组赛 对 那么分组呢 一般分成A组 后场的鲁敬拳 对 鲁敬拳今天抓取的135公斤 也是从10年土耳其 安塔利亚世纪赛之后啊 一个最好的一个抓取成绩 对 他以往呢 曾经抓起过138 那是10年的 嗯 好来看一下成都特列林祖福 第二次试局147 这是92年出车的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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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轮 哎 收腿还是稍嫌着急 哎呀 这拔 还好算点买都 对 林祖福去年錦标赛上 当时的停举成绩呢 是145公斤 当时第二把架到148 那么在两次试局当中没有起来 目前停举的全国记录是由 150公斤 龙青拳的169 龙青拳的169 169 嗯 这个302公斤呢 这个总成绩的全国记录呢 也是龙青拳 在2009年的全运会上的决赛当中创造的 嗯 好 山东选手朱峰 这也是全场14名运动员当中啊 年龄最大的 1987年出生的选手 朱峰的停举 150公斤开靶 他今天的这个抓举啊 是110 是开的最低的 在抓举当中也最终是只起来了110 这样一个开靶成绩 第三把试举115没有起来 这个选手啊 是一个夏敦平的选手 嗯 以往呢 关键他的成功率 不太高啊 对 个人的最好成绩是在我们查询了一下 是在2012年的 冠军赛上 当时表现出270公斤 哎呦 这这有点费劲 哎呀 杠链送的靠后了 对 这个下蹲挺啊 一方面大腿的肌群要二次发力 对选手的绝对力量要求很高 另外就是上送的这个技术啊 你一定要送的跟整个身体的重心 在同一平面上 就是他的要求你要求比较高 平衡的能力要高 他不像分腿挺 对 他要调整 控制这样一个过程 另外呢下蹲挺的选手啊 呃要求力量大 对 是 我看这样翻站起来 已经消耗一定的体能了 是 广西武林宝郡的黄兴群 同样150公斤开把 黄兴群在去年的几秒赛上 当时的挺起成绩呢 是145公斤 当时第二把架的151 没有起来第三次 没有事举放弃了 这也是一个下蹲挺的 对 好像一般舞这个重量 有好几位先生 都是这个重量开把 所以大家可以咬在一起 不需要连续视频 是现在黄兴群 如果举起这个重量 也是他比赛当中的个人 最好成绩了 这个上速的过程当中偏钱 高度也是不够 实际上 为什么运续园要下蹲挺呢 他是杠链速的高度要低一些 对 所以这样呢 省一定的力量 但是他要请的平衡能力 要强一些 四川的邓昌敏 同样也是这个重量开把 邓昌敏在15年的锦标赛上 当时举起的重量是160公斤 是获得这个级别的第五 第四名 等于是挺举是同牌获得者 好的 这是今天停局第一个 挺起150的 但今天抓取的成功率呢 偏低 只抓起了一把 从邓昌敏以往的比赛来看 他这个成功率一直都很高 对 不是很高 不高 但是呢15年的全球锦标赛上 表现的情况呢 当时是四把试取成功 就一定有所好转了 邓昌敏也是冠军赛的同牌获得者 当时停止是150抓紧120 就成绩是270公斤 好来看一下广西武林保军的正量润 同样150公斤开把 给大家看 有点准备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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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选手呢 在15年的青英会的决赛当中 当时呢 是142公斤开靶 但是呢 三次四举没有成功 今天是150公斤开靶成功了 说明年轻选手还是 有了一定的提高 在男子56公斤级的 24位选手的比赛当中呢 只有蒙城一个人 在抓局比赛当中 130公斤和131没有起来 其他选手还都有成绩 好来看一下山东老将朱峰 第二次试取150公斤 朱峰啊 主要技术环节是 翻站 翻站要借力反弹 速度要快 站起来 不能在那耗时间 迅速接力 反弹 对 站起来 送的高度要高 送的要 准 起 倒的 所以说你看他这把 之所以能够成功啊 一方面是杠铃上送的 这个角度问题 另外一点就是说 他这把翻站比第一把要 就是说消耗 消耗少 对 这把翻起来马上就起来了 上一把是 努力两下 才起来了 对 所以说一个下蹲 在翻站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消耗太大的话 最后上送的一下肯定会有麻烦 广西武林保镜的 保镜的黄行群 也是第二次市局这个重量 第一把没有成功 这个选手的大拇指够长啊 所以你看他不用去缠这个纱布 胶布 不得 胶布 两把了 他这把跟地把有个同样的问题 就是杠铃在下降的时候 他身体中心也在下降 两个力量往一块走 还是送的高度 送的高度不够啊 所以他就两个就是都在往下走 对 你这就很难救得住 你看高度不够 这是对的 但是他高度不够 身体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举重比赛呢 基本上停举有三种姿势 一个是分腿挺 一个是下蹲挺 还有一个是半挺 半挺呢 就是身体 就是腿弯曲角度小 但是呢下蹲挺的目的 主要是降低杠铃的送的高度 这样节省一部分的体能 山东的李文斌 停举的最后一把了 没有啊 哎呦 这翻转就感觉很吃力了 就感觉这个杠铃铃 长在了这个举动台上 拉都拉不动 这样的话他今天也是 抓紧停举各成一把 总成绩是260公斤 对260公斤 我们看现场片子屏显示 这两选手沈肖婷 停举比赛弃全了 这样的话场上还剩下 13名选手 那么其中有 李文斌结束比赛 另外还有两位选手 剩下最后一把失去 黄秦群的第三把 第三把了 很危险了 再起不来就砸了 还有13秒时间也有点紧张 黄秦群在我们说 在以前比赛当中 个人的停举就要成绩是148公斤 关键看上宋啊 这几把他翻得都不错 砸锅了 很可惜 失败 这是作为一个开把重量 特别是平均的开把重量 真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 5号 成都体育学院 临祖福准备 黄秦群啊 在报名成绩的时候 说是280公斤的 结果150都没有起来 你要是280公斤的报名成绩 抓住你就开把得155啊 对 好像的高龄重量加到了151公斤 广西武林保军的谢家五 151开把 谢家五这是加了1公斤开 加了4公斤 他原定147开的 这是去年冠军赛的银牌获得者 当时的停举成绩呢 是145公斤 在去年的锦标赛上 当时谢家五的 哦 好像谢家五 哦 当时的停举成绩是145公斤 145也是145 好 151公斤成功 剩了一巴掌加5公斤 写家五十一样赶了也不大 94年10月6号说这么些 对 他现在目前总成绩排在第一位 二百七十 二百七十六 七十六公斤 好 来看一下林祖福 最后一把 151公斤 对他来讲 这个重量是个挑战 在去年锦标赛上是145公斤开把 当时第二把架到150 两次没有举起来 今天是150 147开把 架到151 哎呀 这高龄的位置放得不太好 调一下 很难了 骗钱了 一分就骗钱了 哎呦 一分就有点骗钱了 但是这个小伙子 这个意志平均还真是值得表扬的 翻得那么艰难 有股狠劲赶往上送 其实啊 这个还是收腿收得有点着急 这是他的教练张平 当年想当年的时候 也是男子62公斤级的世界冠军 好 来看一下解放军选手里发兵 152公斤的开把 这个收到这个世界冠军啊 恐怕中国举重的世界冠军是最多的 在所有的项目当中 包括打破世界级和举的世界冠军 应该说据统筋的上千次了 应该是已经过了1200多人次了 对 哎呦 还剩6秒 哎呦 今天李发兵呢 是以凭借了130公斤后的抓紧的同感 另外呢李发兵从东西当中啊 有伤所以说整个训练的系统性啊 还不是太理想 是李发兵呢 也是这个级别经常是前三名 对 经常是前三 他曾经参加了2014年的世界主动指标赛 当时是获得抓紧 皮肤和手持续三枚同款 总成绩达到291公斤 还好李发兵不用连续试举啊 邓长宁的第二把要的也是这个重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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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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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都不够了没有送出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第三把也很不很难 失败 高临重量喜欢52公斤 4号解放军 8PB24 11号自创邓昌平准备 援下的 加热粉20 我们说邓昌明呢 在15年的全国举动指标赛上 当时停举成绩呢 是160公斤 获得了停举的铜牌 当时是停举 我们看到是 对是第三名 李发斌第二次失局152 走上位台之后啊 自己都感觉好像有点缺乏自信 李发斌个人的最好停举成绩呢 是在15年的锦票赛上 创造的是158公斤 不过今天这152公斤 对他来说也是个很好的 确实 首先翻好 翻好 哎呦 难了 这就难了 这把翻的都不如第二把 李发斌呢 也是去年冠军赛的冠军获得者 因为当时 吴敬彪和龙心拳都去参加世界举动指标赛 另外有些年轻选手去参加那个新英会的决赛 所以说这个当时成绩不高 总成绩是一百二十几 二百七十九公斤 当时的停举一百五三 陈昌明 最后一把 最后一把 其实他价带也不多 不多就两公斤嘛 这是张勇目前八十五公斤及停举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他那个纪录好像是一九八九八年的纪录 世界大师生运动会上的 是在男子的二十四项的 世界纪录当中保持线最长的 对 全力向上送高 哎呦 这样他个人就要成 今天的停举最后是一百五十公斤 抓紧停举归一把 对 所以这个邓昌明我们以前介绍 去年的锦标赛有所改变 但是今年呢 这个成功率啊依然还是不高 抓一二零捅一一五零 二百七十公斤的总成绩 目前暂列第二位 李发边最后一把了 从前两把的情况来看 确实是很艰难 但是他今天呢 开把重量不能低于他报名成绩的二十公斤 所以他也不得不这么开了 嗯 他的报名开把成 报名成绩呢是二百九十公斤 他今天这抓局呢是 一三零 不 那最后是局的 最后是 抓局开把是一二五 对 李发边这个选手 算是代表解放军 但应该也是来自负荐吧 对 是代表负荐 报告无锦标 也是来自负荐 哎呦 李发边加油 宋高坚持 好的 撑住 撑住 收腿 好的 哎呀 不容易 千万不能厚掉 可以放下来了 可以放下来了 可以放了 可以放了 他钻了半圈了 是啊 这个是 不容易 这把真不容易 对 这个体重比赛呢 无论你怎么钻 哪怕背对的这个裁判都没有关系 但是身体必须处在一个相对的静止状 对 而且杠领不能从后面落下 嗯 广西五菱宝军的正凉润 第二把绕到了154 加了4公斤 正凉润的今天的抓取呢 是122公斤 他起来这个重量呢 是276 我们看他这个成绩 也超过他以往的比赛成绩呢 以前最好是262 哎呦 失败 到一重量154公斤 12号往西武林保军 正凉润 这样的话 正凉润要连续试局了 13号天津 周瑞华准备 下一个重量 已经是谢家武的155了 天津的周瑞华也是155 现在周瑞华把自己的成绩呢 降了5公斤 对 降了15开了 你报的是160公斤 现在也很难说 还不 现在举重的比赛呢 场上的重量 你所要的重量 不能低于场上的重量 对 就场上的杠链呢 重量是只能往上 不能减少 目前这个级别停止了全国记录169公斤 这是龙青全在09年的几年全球被上创造的 世界记录171公斤 这个记录在过去几年当中一直被延任折彩 不停地刷新 对 甚至在去年的事情赛上 我记得他第二把171举起来之后 破了世界记录并给夺冠之后 第三把加到第175 我记得我当时也说过 我说这个世界记录没有见过这么几公斤几公斤破的 但是而且差一点就成了 我们看镜头当中 最左侧的这是国家体育总局举山入中心的主任周建强 另外呢 今天的国际举联的力量也来到了几度现场 国际举联对于中国的这个比赛啊 特别是奥运之前的几秒赛选拔赛也是非常重视的 对 好来看一下郑阳润 最后一把154公斤 看来要砸锅呀 他已经有了一个150开把成绩 刚才这个杠铃没翻队啊 有点晕了 这种情况当时在停举当中也常见 有时杠铃翻起来没翻到位 翻得不合适 他今天也是抓据停举只成一把 各成一把 天津的周雷华出场了 把160开把重量降到了155 没有送起来 实际这位选手啊 我们看一下他去年的比赛总成绩呢 是267公斤 所以今天这个重量的开把呢 也还是比较高的 比较高的了 并且呢 他在清晕会的决赛当中 是142公斤开把 三次试取 没有成绩啊 没有起来 副率领呢 肯定是有点高了 这个155看来现在也比较费劲啊 好来看一下 广西的 谢家五 第二把155 第一把是151成功 我们看到绿色的很少啊 我们看蒙城的好像也是这样自己的一把 预报的开把重量降了两公斤 降了两公斤 降了158了 对 现在场上还有四位选手没有出场 现在 天津的周瑞华 周瑞华 155公斤 第二次试取 哎呦 怎么剩40秒 还没有出场啊 就是我刚才讲过 这次这个比赛的后场到前场的距离 非常短 七八米的距离 对 所以这一点倒是 很有利于队员们 这个上场 因为我提前出来很长时间 提前 好的 这把速度非常坚决 这样的话这把起来之后损失率现在是275 暂时还在第三位上 现在是七加五的第三把 155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体度情 今天是55.72 七加五是55.98 就等于说他的体重要比周瑞华大 对 他的抓紧成绩 他也没算那个 他就是算一个自己的情况 因为 因为这把 即便是成功了 他的总成绩280 还是只能赞出他的第二位上 对 现在目前排的第一位呢是 李发斌 282 对 对 没了 这样的话最终是抓125停151 总成绩270公斤 8号贵州 荣德城第一次次举 13号天津 周瑞华 现在还有四位没有出场 现在马上是贵州的荣德城出场 那么这样 3 4 1 12 10 现在场上还剩14把的停举 157公斤 贵州的荣德城 这是95年6月1号出生的选手 荣德城去年的锦标赛 当时停举 成绩呢是160公斤 总成绩达到过286 就是15年的锦标赛53公斤才把 哎呀 还是 松的高度不够 对 今天并且荣德城 还是一公斤两次 实施六起来 第二的话 他这个157如果不加 第一次 刚才是第一把 对呀 就是马上第二把 实施我想 不会去重来这个重量 人家荣德城是 谢永带人的 对 现在海南选手 蒙城的开把是158 现在看到这是 武锦标 在后场的准备活动 90 130 目前 做到130公斤 他今天预报的开把重量 是160公斤 130 那么在训练当中呢 实际我们也可以给观众朋友介绍 也举起过167公斤 甚至在以往比赛当中 也举起过170公斤 那么在比赛当中呢 武锦标个人的成绩 最好成绩呢 是163公斤 这个我们可以拿 武锦标跟龙青拳 比较一下 很多人都在 讲过这样一句话 就是说龙青拳啊 实际上是 确实是个主要的天才 天真神力 他力量非常大 而武锦标呢 实际上是先天 不是特别的好 力量小 但是武锦标 完全是凭借自己的这种 艰苦扎实的这种训练 那种拼搏 那种拼搏 精神 努力出来的 所以我们看他的抓取非常好 这个英雄的技术也好 目前保持抓取的世界纪录 但是到了停举这儿 武锦标确实 这个绝对力量上 还是稍稍要差一些 这两年我记得 基本上也就是保持在 163这样一个停举成绩上 应该说163公斤 也是不低的一个成绩了 稳住 要偏钱了 我感觉 再闻一下 好的 好的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这把确实很难 这么消耗体能啊 对他第三次市局啊 影响很大了 其实有一定的影响了 我想他加也不会太多 最多159到160 平常加到160 就拼最后一把的成绩了 现在出场是天津选手 郭瑞华 是157公斤 他在去年的锦标赛上 当时是举起150公斤 第二把和第三把 是举155公斤 两次没有起来 所以今天呢 如果起来这个重量 将提高停举的7公斤成绩 送不起来 哎呦 高度不够啊 高度不够 这差点一点 送的还是不够 失败 郭瑞华今天也是 抓紧分别搁一把 今天那比赛的成功率 确实是要太低了 6号山东出风准备 总成绩275公斤 现在到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 抓紧或者是停举 三次市局成功的选手 对一个都没有 钢铃重量158公斤了 这样的话海南的盟城 要出场了 盟城今天抓举砸锅了 对 130公斤 盟城呢 在以往比赛当中呢 停举成绩最好的是 158公斤 今天拿这个开把 对 今天的抓举 比自己以往比赛成绩 还高出2公斤开把 但盟城 作为他来讲 这次呢 主要比赛是 拼对手 能取得一个好名次 要急了 太着急了 有点着急了 没有完全调整好 就上去了 撑完撑完撑住 哎呦 这看怎么判吧 哎呦 判失败了 一盏红灯 还好一盏红灯 对 其实这一把的判法 真是就介于成终跟失败之间 对 我就真判你两盏红灯 或者三盏红灯 也没劈血 对 有一盏红灯呢 也就提到一个警示作用 警告你作用 确实啊 好像没有说是 完全形成一个 相对静止的 这么一个训练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应该再撑一下 再撑一下 对 对 谭旗教练也是一头汗的 哦 现在我们看 情报局选手 吴锦彪要出场了 嗯 一百六 看到第一把射击 一百六十攻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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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 这把只要起来 总成绩就好 就是二百九十八公斤 对 我们看到场上打着 横幅吴锦彪 丁建军 母校 为你加油 福建南平的少体校 对 应该说来了 很多福建的 这个观众 为他们的选手 加油 补进 第一把射击 一百六十攻击 一网最好的 停取成绩 是一百六十三个公斤 所以这把很关键啊 对于吴锦彪来讲 你看几次关键比赛啊 都是一六三 这个成绩 四年前的 全球军军击销赛 当时是抓一三七 挺越六三 对 总成绩打到三百 三百 且算好 快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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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能在这 翻向共同章 哎呦 送个太急了 太急了 这不应该的 十百 弱一重量 一百六十公斤 他这个今天 这个上送啊 有点太快了 有点太快了 对 没有调整好 完全没有调整好 你不要 对他来讲 这个 翻站的 借铃反弹 反弹 有 但是呢 这个时候 他怎么没有做调整 就直接上送了呢 是 现在我们看到场上呢 所有的选手的挺起的成绩都加到一百六 我们看到中文元加到一百六十二了 突然加到一百六十二 这样他就要 对 对 就连续市局 今天呢 这 五顶标领先他 三公斤的抓局 大家的体重 我们看 五顶标的体重是 这时间不对啊 这时间不对啊 如果是连续市局应该两分钟啊 改了 表格改过来了 两分钟 对 容金拳的体重是五十五点七六 所以今天容金拳的签号和体重呢 都占有优势 应该说都占有一定的优势 对 因为这第二把必须起啊 对 我们现在显示的还是五顶标试取啊 对啊 因为龙金拳突然加到一百六十二了 龙金拳这边加了两公斤 实际这个时候 他原来的李发宾呢 要是作为一个掩护呢 还是可以的 李发宾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已经没法给打掩护 对 现在五顶标这把的主要是翻载 翻载要节省体能 快翻快起 对 但是上送可别要太 别太着急了 还有五十几秒 时间足够 调整好 这样子要硬 快翻快祭 接地反弹 站起来好的好的比地板好 对 宋刚 怎么这么着急呢 还是没有调整啊 感觉好像是不是体能受到一点影响呢 说降体重的因素啊 他这次体重降的确实是很艰难 56.00啊 刚刚合格 是就我们每次在比赛当转播当中呢 真的是为这一年挺提他们紧张的 对因为说实话 但是高度不够 平时啊是亲眼看着这些队员们那种艰苦的付出 对 所以在内心真的是希望他们每一把都能够成功 表现出高的这种 现在看来吴景彪也没有更改他那个第三次市局的重量了 如果是加161呢 因为加161会让 对 让这个珠峰和蒙城去先击 蒙城是先击 蒙城是第二把市局 这是他的教练徐武宗 看来一家没有更改 没有改 没有改 现在改已经来不及了 全民族调调也过来了 还有1分03秒 这个时候需要发一把狠了 对 实际这个时候要求吴景彪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对 问题环节出在什么地方要驾驭注意 这是一个就是要不要想别的 先把它举起来 对 反正好 无论要 反正站起来 好的好的 好的 不高扔一下 不要高执 这把上松 站起来 撑住 撑住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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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没有想到 真是不敢相信 演员 这把已经处在成功的边缘了 对 对 吴景彪停举砸锅 这在这场比赛的赛前上 我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 哎 你看 在这么困难情况下 他其实已经 在往前抢这个零了 对 我们看到龙景彪 这就是千号的优势 立马就改到1-1-1了 如果今天吴景彪他俩换个千号的话 可能情况又有所不同 没错 那么现在龙景彪马上把162降到了161 对 因为他现在呢 只要起来了 总成绩就达到296公斤的达标成绩 对 另外呢 龙景彪在15年的锦标赛上 当时的停举成绩呢 达到165公斤 但是呢 在市井赛上 停举当时 失利没有成绩 好 来看一下龙景彪的这把161 好 犯财必要轻松 送起来 哎呦 怎么回事出这个问题呢 这是什么情况 这真是比赛当中千篇万化 是啊 我曾经在赛前说过 这比赛一定是非常的惨烈 但是没有想到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是啊 还没有上送怎么就放下来了 他已经在做呼吸调铃啊 对啊 那么这样呢 蒙成要出场 还好 他不是联系市局 对 这个比赛 我记得四年前的全国军军体表赛 五十六公斤 这个比赛看的就让人心惊肉跳 对 解说完那场比赛之后 我觉得我整个人都是软的 都没有力气了 哎呀 包括我们今天这场比赛看的 比四年前那场更加让人觉得惊心动魄 现在蒙成的第二次市局 一百六十一公斤 他在第一次市局一百五十八成功 市局蒙成今天呢 一百三 三次市局没有起来 但是也很遗憾 最后加的一百三十一也没起来 哦 还剩十一秒了 四秒 三秒 哎呀 没有呼吸 没有换气 这口气没有憋满 就往上送干凌了 实际上蒙成今天挺起的第一把 开把重量 也是他最好的比赛成绩的 一百五十八公斤 那么现在场上还剩下四把市局 五把市局 其中龙村前有两次市局 三农选手朱峰 海南选手蒙成 以及贝勒选手龙德成 实际我觉得他们驾到这个 都是在一百六公斤以下了 现在想 谁想举起这一百六十一公斤以上的成绩啊 都是有一定的 对 难度 好 来看看龙村前第二把 还有两次市局 轻松点 翻车没有问题 你刚才 翻车还是很轻松 送起来 好的 好的 有了 至少我们就有这么一个达标成绩啊 对 二百九十六公斤 我想对龙青拳的第三把这个重量 我们估计一下应该加到多少呢 一百六十一 我想横 三百零二 加五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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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零一 好了 对 他只有一百一十公斤 哇 他这把跨度够大的 一百零直接上到一百六一了 这是他以往比赛都这么一个 对 走个这么这样一个加法 对 太难了 看来这段战术 这个还不是太 值得商圈 值得商圈 有利 就是以往的转播当中 我们就曾经讲过他的这种价格 低开高走 上得特别狠 但我想呢 其他选手想举起一百六二公斤呢 确实是 有一定的难度 我们看到海南选手蒙成 一百六十一没有起来 最后一把加到一百六十二 贵州选手龙泽成 这最后一把也是一百六十二 龙青拳现在的第三把 要到了一百六十三 只加了两公斤 您觉得会是一个最后的重量吗 我想不会 至少应该加到一六五 但是我想这个可能啊 已经不会加的太多了 对 因为他第一 获得了第一名冠军 第二也达到了达标成绩 对 就等于说这两项的 至少说这个选拔 办法规定的 他这两项 他是达到了 对 但是这个选拔呢 也不是说一次选拔 而且还要统筹安排 还要看未来三个月当中啊 选手的这种表现 训练状况 训练状况 龙泽成这把翻了 比第一把还要轻松一些 成中 哎呦 这样的话龙泽成也结束了比赛 最终是抓一二一 挺一五七 总球续278公斤 目前暂时这个总球续是排在第三位 目前排在第二位的依然是警方军选手李发斌 是282 排在第三位的是龙德成 278公斤 请看一下海南的蒙成 因为他只是争夺这个停举一次 因为他总抓紧没有成绩 龙泽成又改了 第三把改到165了 那么现在全场的停举就剩下最后的 送起来 高度不够啊 高度不够 所以我看了说 这个160公斤以上的成绩啊 其实都很难 这样的话现在全场就剩下 龙泽成的最后一把了 165公斤 对 我估计这个165就按照自己的训练水平 表现一下成绩 我也不是说要打破某一项记录 反正这时候我总成绩的金牌已经到手 而且290公斤这个成绩 已经达到了这次奥运选拔的一个标准成绩 另外呢 这165公斤呢 也是龙泽拳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举起的重量 对 那么他举起这个重量实际总成绩 如果起来的话 300公斤 达到300公斤 也是世界高水平成绩 好 我们一起预计龙泽拳 最后一把试剧成功 我想这个时候对龙泽拳应该是反开了 对 没有压力了 首先要翻好 好 翻起来 好 收肥油了漂亮 30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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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继九运会之后啊 龙泽拳再次跃上300 10年以后 10年之后 对 对 就等于说进过了6年呢 周军普总教练这时候也是长输一口气啊 对 非常厉害 其实在赛前我们想的是这个级别当中很有可能我们应该是派俩人的 呃 现在应该说都不是定数 当然都不是定数啊 对 好 观众朋友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场直播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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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